你毕业多久了 不到一年 一年 一年 你正确地引导他呀 先引导自己吧 好 行吧 接下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好吧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当中 其实我为你付出的也挺多的 就是我 其实原本可以回家跟父母一块 但是我选择在天天等你 就是想着能每天陪着你 可能我之前 没有太多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以后 就是我能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特别喜欢你 哥哥 你也说了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其实刚刚老师的话我也听了 我们自己都有错 我们都得学会改善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 一起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自己香 来 请开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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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干啥的 因为当我拿着这把锁的时候 它有两把钥匙 然后一把是备用的 一把是自己的 我特别希望 就是你能抛下那些东西 把我变成那个 特别重要的那把钥匙 而且只能打开你 内心的那一把钥匙 一把锁配一把钥匙 是这意思吧 男生放的是什么呀 我放的是 那是我们当时去 第一次去西安玩的时候 我俩路过路边摊的时候 然后当时 他特别喜欢的一个铃铛 那个蓝色代表我嘛 粉色也是代表他 今天拿这个干嘛呢 当时就是买完之后 他对我说了一句 特别感动的话 他说啥 他就说以后你在哪 我又跟到哪 算定情之物 差不多 所以今天还要让人跟着你是吧 我最后再问 最后一个问题啊 女闺蜜到底怎么整啊 刚听了老师的话 我就觉得 你说彻底断了吧 我觉得就有点太没有人情味了 就是我是想着 找个机会 所以我俩说清楚 然后就跟他说 我女朋友挺介意这个事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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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见证一下 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宝宝 可能之前 我对于这段感情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一定会把 我跟我女闺蜜的事 弄清楚 然后刚才老师也说了 我从今天开始 我想着先跟家里边 经济上的关系先断了 我想用我自己挣的钱 然后去照顾你 希望以后咱们俩 两个能好好在一起 答应我 就是对我态度好一点 就没事越不搭理我 好不好 谢谢 没有谁能帮你抢离你 我是怕 你是我的 真是天使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没吧 没有谁能去带你 在我心上 拥有一个 只说天使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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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